东华脸上都残着些血 东华醋了醋眉 随后一脸笑中透着神秘的感觉 他也蹲下 滚了一个比凤九还大些的雪球 也在手中抛了抛 在凤九低头捡血时 东华用了些力朝凤九扔去了 直接扔到凤九脑门上 凤九闭上眼 抿了抿嘴唇 深呼吸了口凉气 开始刨地 东华嘴角擒着笑意 低声道了句 果真是只小狐狸 凤九微微偏过头 瞅了他一眼 也低声道 那怎么办呢 你偏偏看上了只狐狸 有没有感到遗憾啊 最后一句 凤九都是咬着牙说的 说完一个大雪球 就扔去了东华身上 东华呢 求生欲还是时时刻刻的在的 也没有闪开 所以呢 一个冰冷刺骨的雪球 就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胸口处 能有多疼 就算是他一个大男人 又是从前的天地共主 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 被刀子割了 划伤了 眉毛都不会动一下的 可是他却猝着眉 无助被砸到的地方喊了声 疼 夫人怎能对微妇这么狠 凤九也是正儿八经 女生恋爱时最傻的吧 他慌忙跑过去 一样皱着眉 他满眼心疼道 你傻啊 多多也不会了 有没有事啊 要不回去吧 他一直看着他被砸中的位置 看东华两久不会 一抬头 东华却擒着他的嘴唇 然后一套行为流水的动作 把凤九抱在怀里 一会儿凤九娇撑道 你又骗我 东华嘴角含笑低声道 如果为夫躲开 夫人岂不是更生气 然后到了今夜 一直气着 那为夫可要睡在另一个厢房了 再说了 夫人又不是不了解为夫 若身旁没有夫人 让我如何入睡 凤九绕起他的银发 囊囊道 从前怎么不晓得 你花那么多 像个小孩似的 真的是 慢慢的越来越小声 再说了 你不在 你夫人我又怎睡得着 东华又怎会听不见 甜蜜一笑把凤九搂在怀中 继续走了 他们绕着水月潭走了一圈 凤九在不远处 看见了一个河的中心 闪着微弱的光 但足以让他看见 他摇里摇东华的手道 你看那个地方 是不是闪着光 东华猝了作梅道 嗯 确然有些 那边 是凡英谷的私行河畔 好像是 此处的境地 东华顿了顿继续道 夫人是想进去吗 凤九看了他一眼道 此处从前 应是何似玉带 何怕岸上有好几颗 是什么果子 东华看了看岸上数千颗果树道 是四季果 若非这儿的天气 这里会很美吧 凤九说 不如明日我找找这儿的王族 问问吧 然后一脸可怜地看着东华 挽着他的手臂道 我真的很想很想知道 就答应我呗 东华看了看凤九 眉眼带笑道 原来夫人也有八卦心哦 凤九明明嘴道 不行啊 哪个女孩没八卦心呢 东华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尖道 当然可以 不过回来后 夫人也要满足满足 为父的八卦心 凤九笑着看了东华一眼 感叹道 唉 还好意思说我 自己不一样 好 等你均匀了 回家吧 然后二人又柔情密意地走回了疾风院 凤九一回到院中就躺在了摇椅上 东华坐在了石椅上 冲了壶茶 喝了一口 又看了看茶杯里汤塑明亮的茶道 夫人可是累了 那就早些休息吧 凤九吹了吹肩说 还不是和你打了场血仗 惹得我这么累 东华脱腮看着凤九道 那还不是夫人要去 说完起身走到凤九身后 手搭在她的肩上 不轻不重地给她捏着肩膀 凤九还蹭蹭她的手 不得不说 终究是小狐狸 凤九闭上眼睛 享受着从前天地共主的按摩 不由得感叹 我都想夸自己好矜持 好定力 东华胡一问 怎么了吗 凤九手搭在了东华手上 往自己嘴边拉了拉 亲了一下 道 东华帝君给我捏肩膀 本女君 真是三生有心啊 那你说 若我换做他人 他岂不是要开心到晕 东华摇了摇头道 那肯定不会 抬头看着东华问 为什么 东华吻了吻他的嘴唇 脸上是温柔的笑 道 因为我只会给夫人你 其他人可没有这个好事 凤九一脸甜蜜 然后就让他靠近点 结果便是凤九一个香吻 落在他的脸颊上 然后起身 缓住东华的腰 东华低头 脸上却藏不住的甜蜜的像 鼻尖蹭了蹭他的鼻尖 然后便是一顿深深的吻 直到了 凤九的嘴有些红肿 东华才放开了他 凤九害羞低下头 却埋在东华的胸口处 还羞涩地说了句 你讨厌死了 东华又不是傻子 怎能会不晓得这句 你讨厌死了 不过是凤九的撒娇罢了 东华摸索摸索他的背 手紧道 乖啦 今晚早些歇息 明日连送药头成语来 不是说想小的 凡云谷以前的事吗 凤九点点头道 当然想知道呢 又顿了顿 抬头看着东华 叙道 林送来做什么 带成语来 又是做事 东华挑了挑眉道 估计是想一夺成语芳心吧 凤九哼了句 道 看来男人都是一条心哪 东华嘴角紧着笑道 别认识 你夫君我可不是 你夫君 我只是同夫人一条心哦 凤九捏了捏他的脸道 我去做饭啦 东华微微点了点头 倒了身好 并随着凤九进了厨房 夜深 凤九躺在东华怀中 把玩着他似青秋冻雪的浩浩银发 东华则是一直轻拍他的肩膀 像哄小孩子入睡一般 自己便看着行书 可他怀中的凤九却迟迟不睡 一直兴奋得不得了 毕竟明日 他的挚友成语元君可要来了 同他一同去询问这反应谷的秘密 可不是一般的有趣 他也等着同东华讲讲 再加上他一直想着今日 四心和怕一事 更是难以入睡 东华身上似有似无的白摊香 一直是凤九最喜爱闻的气味 东华微微垂眼 看了看怀中的凤九 低声问道 怎的还不睡 凤九停下手中的动作 捏如道 睡不着 东华瞧他半晌 要给你燃些安眠香吗 凤九抬头看着他 抽了抽嘴角道 我只是睡不着 怎的还有安眠香 东华还很有理道 夫人自己讲的睡不着 或许燃点安眠香 会好许多的 凤九也无力与他辩驳 道 好吧 东华微微紧声 画出香碗 凤九看着东华为他燃香 还略带调侃的语气道 哎 堂堂东华帝君 为一个女子燃香 天上下红雨 也没有这么难的 你说 若外人小的 是不是会如此讲 东华再次把凤九 抱在怀里 又拿起书 道 小的的话 大个会讲 东华帝君 对夫人好好啊 凤九翻了一白眼道 果真 你同外面讲的一样 你从未把脸皮 当做一回事 东华略把他搂紧了些 翻了月书 才道 脸皮本就为身外之物 若想办成一事 脸皮是最大的阻碍 如此有道理的话 微风相信 你姑姑也与你讲过 凤九在他怀中 闷哼了声 他感到周围 环绕着白炭香 与安眠香 嗯 这样令他很舒服 也令他的眼皮 就像挂着一般 也睁不开 东华听到他 软软弄弄的声音 令他心中一刃 他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低声温柔道 快些睡吧 小白 快跟他回家 他说 什么话 对 昨天 谁 你 哦 你